古山区桃源里与农业局合作成立猕猴寻守队 21位队员不定时在里内道路向民众宣导不要喂食猕猴 两周运作下来以看出成效 这其中发现有一个瓶颈的问题 就是在中山大学跟治管处交界处三角营区这两个点 还有海角咖啡岔路口也是经常有喂食的动作 我发现这一批喂食的人员经常蛮来到现场 这三个点我们寻守队员都近期都加强这三个点在劝导 寻守队员的制服背心 他跟迷火也是一样 看到他就会闪躲跑到树上 确实我们在寻守的期间发觉真的有效 大概是这样 寻守过程中队员曾遇猕猴攻击 佩戴的水弹枪能达到嚇阻驱赶猕猴的效果 队员还观察到有近十组的民众会固定到里内喂食猕猴 队员都会先行劝导 但民众的行为实在让人摇头 他们都说当下都说他们不是在喂食他们在观看 其实我们寻守队员走后他们还是会继续喂食 他喂食被摄影之后他认为说他很冤枉 都没有在宣导就直接就给他拍照怎么样 会造成他认为他被划了他不敢闻就对了 有些是他就要大声跟你骂 没关系我们是骂我们不能去求分 我们是说我们这个是農若局 说我们是全台第一个师班 我们先用地方的所在我们自己守护了 为此我们地平安定 队员身上都配有密录器就曾搜证到民众喂食猕猴的画面 已经依画面资料开罚 寿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再次重申 猕猴属于野生动物 民众随意喂食可依法开罚 依据国家公园法 还有我们寿山自然国家公园里面的一些禁止事项 民众是不能在我们范围内来喂食猕猴或者野生动物 那这个只要被检举或者是抓到的话 我们第一次罚款就是3000元 那第二次也是3000元 而且可以连续处罚 这部分我们是希望民众还是不要到寿山 这个国家自然公园内来喂食这些动物 寿山国家公园管理处重申 寿山山区果实丰富 猕猴不缺食物 喂食将造成猴群依赖习惯侵扰人类与居住环境 也影响猕猴身体健康 请民众发挥智慧与公德心 让猴群回归自然 记者李嘉隆 沐沛山 高雄报导